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这一期的一个经典书 在这个单元里面 有一本我必须说很奇特的书 一个奇妙的书 它奇妙书是怎么样子呢 你可以幻想到说 有人在养阴 那这个人养阴的地方是在非洲 这个非洲的摩洛哥 那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 但是养阴的人是台湾的一个女孩子 跑到了摩洛哥去养了两只阴 整本书就谈她跟阴的故事 那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编名叫做阴儿要回家 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 蔡世任 蔡博士 蔡小姐你好 总编好 大家好 蔡世任 法国社科院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博士 埃及武武道家 旅居巴黎多年 因单身摩洛哥人权组织志工 爱上撒哈拉 投入当地人权与生态志业 婴儿要回家 是作者蔡世任描写自己 在北非摩洛哥人权组织服务时 与一对小婴相遇 饲养 并训练他们劣食的相处过程 毫无育婴经验的蔡世任 从另做一双皮革手套开始 认识婴的作息 天性 并且冒险走访寻婴人 希望能训练小婴 学会狩猎技巧 最后回归自然 纵横山野 育婴的过程 蔡世任也不断解释人与婴的关系 面对着寻婴术 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究竟该赞叹万物之灵的人类 与婴的和谐共处 亦或该感叹 因被禁锢了自由 不再拥有翱翔天地的灵魂 是 实际上 刚才故意用这样的导演来讲的时候 我们让大家了解说 这个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但是谈到摩洛哥去养婴要放生 那这个是结尾 是书里面谈的事情 但我们要谈谈你比较有趣的事情 早期我先认识这个名字 就是我们晓得 你有一个法国社科院的人文 人类文化学和民族学的一个博士学位 但是你比较出名的地方 是你教了一个埃及舞 所以你在法国待了十二十二年半 但是你原本可以很早就回来了 但是为了学埃及舞道 所以待了很多年 然后在台湾教舞教一阵子 先跟观众朋友讲 这个生命中有很多的起层转额 你的波折比人家波浪大很多 为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 有可能说我个性本来 如果我对一个事情感兴趣 我就会很感兴趣 那我那时候去法国念书 是我对知识有很强烈的渴望 那我很幸运在一个很好的学校 就是科学念书 可是到一个段落会知道说书本的知识 还有那些文化理论没有办法解答 我对生命的困惑 比如说我是谁 人为什么要活着 然后刚好在那个情境之下 我遇到了埃及舞蹈 然后我觉得舞蹈当中 有很强烈的生命的热情 还有创作的自由 然后背后当然有很深厚的阿拉伯文化 那我因为这样子就决定 这样比较好的认真的接触这个舞蹈 听懂 你本来是因为念了文化学 有很多的限制 对 那很多的知识 苦知识 你要去从那边学理上 去抽食剥茧 去做分析 那突然里面碰到了一个 热情奔放的一个舞蹈的表演形式 所以你有 你的第一本书叫什么 《管他吧 博士学位》 《管他的博士学位跳吧》 所以这里面就谈你自己的心理的路程 里面很多是我在巴黎学跳舞 然后我看到了整个巴黎学舞的环境 然后我觉得我学跳舞的过程当中 老师还有专业舞者给我很多的学习跟收获 可是我身边那些阿婆婆婆妈妈 他们也给我很多很多文化上的冲击 所以那本书其实说的是这个 那事实上 《婴儿要回家》是我第三本书 可是我的第一本是 《管他博士学位跳舞》吧 我其实是先开始跳舞 我才开始使用文字 是 听懂 那实际上有趣 就是我们可以展览一个有趣的一个 那种经验的转格 从一个象牙塔里面跑到外面来 那你回来台湾的时候 你还尝试着来教舞 不是用你的博士文凭来谋生 而是在你后面得到的另外一种 我觉得那个比较像你的博士文凭 就是另外一个舞蹈这一块上面 但是也是有点挫折是不是 对啊 因为我只能说我在法国的时候 那些阿拉伯人还有法国人教我的埃及舞蹈 跟台湾这边在操作的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觉得我在法国一个很深的收获是 我觉得音乐舞蹈的学习 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创作能力 然后背后的文化真的很深厚到 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舞蹈的操作 或者是只是为了上台 然后去学舞蹈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回台湾之后 我就很努力地想把我在法国的累积 还有学习 变成一套舞蹈教学的课程 然后跟台湾的朋友们分享 可是就很可惜是 之前市场接受度一直不高 是 我可以了解你的挫折 因为有时候我们只看人家的表象 但实际上任何一个艺文 或是形成一个传承的活动之间 背后有很深邃的一个种子 或者是那个底蕴 某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力量 是你自己得到的enlightenment 启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 是不是 是啊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因为我很幸运 是我的学习环境是在巴黎 那我觉得我得到的养分 跟台湾这边的状况 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整个 在台湾的教学过程 我一直在理想跟现实之间 有很大的 我觉得是折磨 所以你在2010年底 得到一个很特别的机会 要到摩洛哥的分码室里面 当一个志工 就是对你来讲 刚好舞蹈 刚好又到另外一个世界 好像你可以再去寻求 你一个曾经给你那种 生命的悸动 那种自由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我其实当初摩洛哥 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然后主要是我觉得 我在那时候在台湾 只要我已经到后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 因为如果说今天台湾的市场 要的并不是更大的解放 那很像我只是一厢情愿的 想要给我觉得重要的 那我那时候就一直很想离开台湾 一阵子 因为已经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然后靠一个基罗就去 去摩洛哥 但是你在那边的时候 变得非常有趣 你在某天的偶然 当然你还在 我觉得你那个文章的描述 还在你情绪里面在徘徊 你可能在想找回你一个 你一个人 就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 一个养分的一个所在地 但是你看到两只鹰 就开始了 你在本书的一个 撰写的过程 我遇到他们是很偶然 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是在台湾 家务很挫折我才去 然后我觉得北非那块大地 一直让我觉得 他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他一直让我休息 他对我很友善 那遇到那两只鹰 其实很例外 就是我下班之后 然后我在市集 梅蒂娜刚好遇到他们 那我其实我在市集 我除了那一次遇到他们之后 后来又有一次 就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 然后鹰饭又再带来一只 我其实没有再看到 有人在卖老鹰 是 对 然后可是我相信 应该有这样子的交易 可是可能不是那么常见 是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 要跟观众朋友讲 实际上你要在当地是短暂的 短暂的停留 然后看到两只鹰 那个鹰的本身 它本来是被鹰犯 来跟你兜售的 那中间当然就有很多的 比方说 那个伊斯兰教 他们传统上有养鹰的那个活动 还有来用鹰来打猎的一个行为 所以你当时是讲到这个鹰 我把它养到要放生 只是这背后之间 就一大堆的故事开始发生了 但你那你又是开始 他学习抑架了 跟当地人来扒根 接下来要养活这头鹰 从摩洛格这边想办法要学的 怎么样当一个新生的鹰妈妈 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据说你还自己写 一没有回到台湾的这个鸟类学院 来求救是不是 对啊 因为其实其实刚开始我照的方法 其实是鹰方跟我讲的 可是后来我就很信心 因为后来有脸书 是我很偶然的我朋友的朋友 就从脸书告诉我说 其实因为我有讲我 我讲的是希望可以野放 那他就跟我说野放之前 其实需要教他们狩猎 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是 那后来因为不知该如何是好 所以我其实有写信 回那个台北严谣协会 是 然后他们有给我一些建议 可是那时候看就知道说 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那么小的雏鹰 从鸟巢被这样子带出来 他的他已经离开 他已经偏离自然的轨迹 所以他很难再回答自然的 是 实际上我自己也曾经在高原 新上高原上就是救过两只 就是一个那个是 是另外一种鹰 比较小的 那也是有些人要去抢这个鹰巢 然后最后被我们刚刚碰到 但是看到这些雏鹰 我都可以联想到这个故事是很特别 但是接下来你养在你的住屋的一个阳台上面 就开始一堆光怪陆迪的事发生了 但是中间很重要 里面是很多 这个鹰跟你之间就变成某种的 跟那个土地上有趣的连结 的连结很多的因缘出来 是不是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带 我照顾他们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 可是我大概那几个月 整个新神都在他们上面 我现在回想 其实我觉得几乎是他们 他们这两只鹰在引导我在探索生命 还有通讯思考 人跟动物跟自然的关系 还有我们 我们认为是 远远悠长的文化传统 它到底是什么 在当中我们对它生命的态度在哪里 所以我在看你这本书里面的描述 就用了很多人类学家的方法 你到处不要养这个鹰 你就开始把全世界大概养鹰的那些规矩 跟那些意涵 背后的图腾 背后的象征 大概基本上就借了这个鹰 来强化你跟这两只小鹰之间的一个感觉 同时之间也认识到另外一种 一种森林之间的一个思维 是不是 我只能说 我那时候就是很努力地想要去认识他们 可是在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可能 因为我从来不会知道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除了在一些很偶然的一些情境之外 那可是我过程其实触动比较多的是 人对于相对于鹰的整个文化 然后你还为了探索这个知识 还特别去访问了 在摩洛哥当地的一些养鹰的组织 从那边那个 要是我会觉得很奇怪 一个东方的小女生跑来这边 又不太会讲 不会讲他们本土话用法语 可是这些传统人士上 法语言上的法语应该不是那么好 要问他们有关这种养鹰的什么 一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什么 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互动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念人类学 所以我很自然我就想要去找学音师 所以我那时候刚好有个机会就是穆斯兰 就是他们的宗教节庆 然后我就跟组织请假 然后我就跑去 然后还蛮幸运是我有找到他们 那整个互动中其实 因为通常学音师他不会直接告诉你 他们怎么样 然后是旁求侧击这样 对啊 然后现在回想的是还蛮高兴有找到一手资料 是 那实际上你本来两只鹰有一只很棒 很活泼 一只大概先天有点残缺 所以莫名其妙故事发展一半 那个很活泼 那只鹰本来是认为是最健康 脚健的活泼 突然就走了 那我想那个时候 你做出很大的一个转折了 是不是 那时候其实冲击非常大 就因为我几乎是把野放放在他 他身上 觉得他一定有办法 可是没有想到他就这样走了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走之后 虽然他已经离开很久了 可是我会一直觉得很像 他一直还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是 因为你到时候就会了解到 世人在写这篇的 写这个野放他的东西 可能在他包括在台湾的一个 教育舞的经验 并没有那么美好 就这个养胰的过程之间 本来是一个富裕放生 代表这个重新的开始 但是小鹰中的一个 最健康的那只小鹰 突然就死掉了 就往生了 那接下来的 这个整个的冲击 就非常非常的大 怎么把重心放到这一只 本来是天天上 就不健康的鹰的身上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选择了 因为就只能够去面对一个 我觉得还蛮真实 可是就是人世间 就是有很多不堪跟残破 然后就是要带着他走向寺 所以有时候读到这边想说 天哪 你要把他回想过来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 台湾的鸡娜 突然跑到的 摩洛哥那边是养了两头鹰 然后这两头鹰还被当地的小孩子 欺负等等 那你要用那个 又不会讲当地话 用的法文在跟那边追逐 跟小孩子追逐 跟那边理论 所以用回想这样的一个情景 你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何况你要把他绕住文字 把他写过来 但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 那接下来就是你跟拉斐尔的一个 这个鹰的一个 接下来就比较在这段过程之间 怎么样去教他打猎等等 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生经验 我其实整个照顾的过程 我自己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很坚定的 很想带他们走向自由 因为我希望他们自由快乐 对 然后后来有朋友 我读了我的书 觉得我那个时候的行为很勇敢 还是很不可思议 可是自己当初是完全没有 那样子的感觉 然后后来我自己 比较深的触动是 因为鹰他不像那个猫猫狗狗 他会有一些亲密的行为 可是在某些当 就某些片刻 我会发现其实他们是很 他对我 他们对我是有感情 然后我是认同的 然后反正是这个东西 后来我觉得对我的生命 有很大的启发 是 那实际上 你到最后把它也放 也是费了一番周折 波折 就是你要找得到 他们大概是Atlas是不是 已经到很山 对 应该是 就很山上了 对 那边有一些鹰群在 所以即使一支 有一点先天上禅去的鹰 理论上会被照顾得很好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就要请朋友 帮你带到那边去放鹰 是不是 我只是 其实我是我自己去的 因为这个过程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 因为Nafel他有受伤 然后我其实知道 他到野外 其实可能存活率不太高 可是我的信念是 我觉得他想要自由 然后他不想再跟人类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 我有点像是成全了他这个愿望 然后相信他会找到自己的路 是 实际上 其实由这样 跟你的一个互动的过程之间 我觉得也是在表达你自己的一个渴望 重新寻找自己一片天空的一个思维 那当然在 我们先趁这个机会来让观众们也了解一下 整个的摩洛哥 那一般我们刚才所讲 想到的这个国家 他实际上也是算西非相当的好的一个文明古国了吧 他的历史是很悠久 可是他到现在还是一个国王统治的地方 然后他在政治上宗教上的潜质是比较深 然后经济上的发展也比较辛苦 可是他有一些人文自然的景观 真的很值得去看看 是 比方说你文中的有谈到你想去沙哈拉 他本来就是沙哈拉的 沙拉在他的一个怎么讲中南 沙哈拉沙漠 那先跟观众朋友描写一下 当你从摩洛哥进到看到这个沙哈拉沙漠的时候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色 我几乎是一到沙哈拉 我就非常非常就几乎就是爱上他 是 然后当初就觉得 因为我是在台湾很挫折的情况之下去 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给我很大的冲击跟滋养 然后因为你就觉得我这样一个原点 然后我就是我四座站看一圈都是地平鞋 然后天地之辽阔 就觉得其实人的很多悲伤痛苦都不算什么 是 对 然后我是蛮想 我自己很深的感受是 我觉得大自然有很强大的疗愈的力量 然后远在人的认知之上 那我很幸运是 我觉得沙哈拉有给我这一份的字样 是 真是不可思议 我也去过沙哈拉沙漠 而且我二十五六年前去到那个沙漠之间 我觉得这个沙漠很不错 可以当地学校就拿那个很多的贝壳化石 三叶虫化石 在当地就可以了解到古时候这个地方 但是很奇怪 就是你会发现说 人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思维 不同的一个情境 像诗人就在那边感觉到一个 本来会认为是一个死亡之海 他你在那边看到一个新生的 好像一个滋润你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个 这个的摩洛哥 就让你变成是一个有趣的 跟你生命中变成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之所在的一个地方 我朋友问我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沙哈拉 其实我无法解释 可是我第一次去就非常非常喜欢 那我觉得那边有很深厚的人物的文化 会让我很想要接触跟探索 那其实我觉得我之前跳舞 可是我其实不是喜欢教学 我是喜欢创作 那我觉得好像那个地方 有给我新的创作的渴望 这是一点 然后就是我毕竟是人类学 我对于文化有很深的兴趣 然后我对人也有很深的关怀 那就是我们都知道就全球暖化 然后整个全球的干涵问题很严重 沙哈拉因为全球暖化已经失去大片可耕 可重的土地 然后游牧民族其实非常辛苦 我在当地其实 因为我不想当一个观光客 我又很努力去认识他们 我越认识越觉得说 其实游牧民族的处境非常的坎坷 我就一直很想要在当地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大概在沙哈拉我就一直很努力去寻找 我可以如果我留下来 我可以留下来 我可以在当地做什么 那所以谈到你刚才谈到的一个在 你尝试在摩洛哥找寻另外一个人生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你一直从那个机缘上去 你就现在常常回摩洛哥是不是 有就因为我在那边有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有机会我就尽量回去 当然由一个人类学的博士来讲 这个更正确的 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 观察人类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一生的质质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这个事情是真的 但是我们一般在大概在台湾 也许因为媒体上的我们偏西方的 偏美国这边的报道 对伊斯兰教都会产生比较多的一个误解 或者误解或是不了解 那实际上他们像这个像摩洛哥的一个文化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他们在建筑上面的 那实际上是不可思议 他们那个做出很多的一个雕刻 是很漂亮的 对因为摩洛哥手工艺品很强 就是除了您刚说的建筑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 那个叫什么盆子 就是那个淘的盘子 然后还有一些木工 然后一些织品 还有一些皮织品都非常漂亮 所以好我们介绍摩洛哥 我们还回到你自己书写这个过程 在对写这个 因为在说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写这本书的对你自己的意义 是什么 那你希望读者就有这本书 他看到了什么东西 我那时候其实 我这本书是我一边照顾他们两个 一边写下来的 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很强的渴望是 我很想把过程写下来 因为这两支 你每天不断给我很多冲击 然后我其实几乎是 每天流着眼泪在照顾他们 因为我真的看到 生命一旦离开 他本来的自然轨迹 他有多么受苦 而且人没有办法再把他送回去了 然后再就是我照顾过他们之后 我自己本身对于人类 豢养任何的野生动物 我就有很大的质疑 是 对 然后我觉得可能 我后来把书写好之后 我就一直很想要出版 我真的很希望 把讯息传递出去 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是 因为很多时候人 如果只为了满足自己 他真的不知道 我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 是 实际上 这个就是人的这条路真的是 人生 就是真是 他怎么发展 大家都不晓得 那实际上对这本书 我当然也是觉得 他实际上是简单的在谈说 他养阴 跟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路程 跟这阴影的对应过程之间 但是如果我们把 适任的过去的一个 在这一段的求学 到最后学武 到现在 你会发现这也是一条很特别的路 那藉由一个婴儿要回家的一个故事之间 来看自己 来反思自己的台湾 来看自己的过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 那用这样角度来讲的话 他也是需要一点点的 更有趣的一个 因为他心的原因是 你必须要机会 要到摩洛哥去生活 所以这一块 这个勇气你是怎么具备的 因为一定很多人跟你讲说 起到那儿 又不是法国 我去巴黎 你要是父母去住个几十年 都没关系 摩洛哥搞不好他还蛮不清楚 那边在干什么 我觉得未来回沙漠的路还蛮辛苦的 可是对我来讲 好像我从来没想过勇气这件事情 可是我反而觉得说 如果今天我的心很确定 这条路是我想走的 我不去做 那个反而需要很大的勇气 是 实际上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想我们也很好 着急台湾人在对外面探索的梦会起源于那个谁 三毛所写的 那那个时候也是 他也是在沙哈拉那边写个故事 搞不好新的 事人也要在那边再谱出一个人生另外一些有趣的故事 但是也变成因为地理上的时间的位置不同 而看清他或舒服他 因为毕竟生命的过程之间 要很多的经验 很多的创新 很多的探险 很多的冒险 那这样子才阅读人家的故事 对自己才有一些回馈 我们搞不好 这世人这一期播出没多久 要又到摩洛哥去找寻他另外一遍天空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有机会去摩洛哥 也去沙拉边缘看看 搞不好他那边进一个民宿等等 未知谁不晓得 因而要回家是一本很特别的书 我们谢谢我们的诗人 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去看我们的经典 DOTTV 经典杂志四月号封面故事 想望家园 日本礼山倡议 历经金融海啸 311大地震 日本开始质疑金钱是否万能 礼山实践 是社会集体反省与学习的成绩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